所以真正的修行 就是要停止一切人间的小我的思维 所以很多人碰到事情就动小脑筋 都是小我的思维 所以要修出定 慢慢的有定性出来 你才能进入从意念 从杂念开始慢慢到纸念 纸念了之后你才能定念 我们定的是什么样的念头 定的是佛陀佛法传给我们的正性正念 我定在了这个正念上 我才有正确的修行的智慧 所以学博人要懂得 只念定念 只念定念 停止自己的杂念 定住自己的正性正念 所以当你能够定得住自己杂念横飞的时候 你慢慢的就会连一种杂念的念头都不会有了 念头都不会有了 所以这才叫做定 不容易的 我们佛友刚刚在学佛当中 很多人归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脑子杂念横飞啊 很多人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看着观世音菩萨 眼睛都看着菩萨了 但是杂念不知道飞到哪里 他没有一种定念 实际上这就是离我们真正的修行的般若 还远得不得了 你能看见菩萨就想起大慈大悲 那你能做噩梦的时候 你就能够知道什么叫正 所以师父告诉大家 真正的定念是心无挂碍 定得下来的人 他不挂碍人间任何事情的 定不下来的人都是杂念横飞 你连想象的念头都没有 你哪来的杂念 当你只念之后 你定住了一个正能量的念头 你的经文念经的时候 已经会化成一种无形的 神秘的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念头 这种正能量的好的念头 会进入你的八识田中 长留在你八识田中 来指导你的七识田 分别意识 让你知道哪些是好的可以进来 哪些不好的坏人把它推出去 那么你的八识田中充满着正能量 那你就能够跟你的九识田中 接上关系 就相当于好人跟好人在一起 你才能见到最好的人 你坏人跟坏人在一起 你最后他引见你的 是介绍一个最坏的人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我们有的时候在做梦的时候 我们也会碰到一些灵性 但是只要你当时在做梦当中 你正信正念 你的意念完全能够控制住 那你就不会在做梦当中 跟灵界产生误会和烦恼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梦中 哪怕是千钧一发之际 他也能转微为安 因为他念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谢观看